坐在滑板上 雙手推地板加速往前衝 高速滑下坡 再来一个甩尾击煞 17岁的顾文凯 在滑板场来回穿梭 喝口水 喘口气 继续滑 练得满足大汗 印象中的滑板都是站着滑 但顾文凯的滑法 颠覆大家的倾向 建国中学高二生顾文凯 患有运动感觉神经病变 手脚肌肉稳缩 平时靠轮椅带步 在网络上看到国外伸脏人士 玩滑板开始对这项运动 抢情兴趣 练了一年多 发明好几招一般人 无法做到的特技 丢队长在台湾 也不算追广 就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一起 喜欢上这个运动 妈妈的心情来说 我会觉得这非常疯狂的事情 只要确认说 不要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或伤害 我都会尽量站在 比较鼓励的方向去协助她这样子 支持孩子想做的事 顾文凯的爸妈绞尽脑汁 滑板前的安全准备 一样也不能少 手要做保护 所以每只手指头刀用绷带绑起来 然后掌心也用绷带 然后再加一块皮 因为掌心磨得比较用力 这个角度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爸妈七手八脚 一人缠弹心绷带 一人穿防护装备 顾文凯身体移到滑板上后 绑好腿部脚踝再出发 越滑越有心得 还成了爸妈的滑板老师 他其实很希望不止他自己帅 他的爸爸妈妈也都可以 是很年轻很帅的 对 所以他就说 妈妈其实也许你考虑看看 你来滑滑板 我让他去踹 小孩给我们的表现 其实都出乎我们大人 一开始的预料 会读书又会玩滑板 顾文凯成了爸妈的骄傲 凡事拿出毅力 不受伸张禁锢 活出生命的自信 明镜新闻小雨珊 张柏华台北报导